3月14号,国新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毛顺勇介绍 2019年1到2月份,中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谈试 向好的趋势逐步显现 毛顺勇在介绍1到2月份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时表示 绝大多数指标表现平稳,一部分指标还在向好 总体上看有四方面特点 一是国内需求稳中有升 二是结构优化态势持续 三是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四是市场预期趋势向好 但是现在确实外部环境还是不平衡 或者不确定性比较多 特别是现在世界经济增长 包括国际贸易的增长都出现了放缓的趋势 所以国内我们像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 还是比较突出 经济还是有一些下行压力 但是我们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 把逆周期调节的各项政策 很好的落实到位 我觉得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健康运行 数据统计 2019年1到2月份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102万平方米 下降3.6% 对此毛生云回应称 目前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商品房销售面积率有下降 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个原因就是说春节因素的影响 因为今年春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集中在2月份 对人们的这种购房的行为可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我就觉得当前我们房地产市场 我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按照中央的要求 你比如说或者定位 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这种定位 那么是用来住 而不是用来炒的 或者叫房住不炒 这叫一个基本的定位 那么加快长效机制的建设 说这个广大的这个老百姓也好 投资者也好 那么更加清醒的 清醒的 更加理性的对待这个购房的行为 一到2月份 在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同时 房地产投资却同比增长达到11.6% 毛生云表示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前期土地的购置费增长比较快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从今年一到二月份来看 房地产企业啊 这个施工进度有所加快 推高了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投资 毛生云说 房地产投资有一些支撑因素 也有一些质益因素 投资走势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你要说下一步走势呢 我觉得支撑因素 支撑房地产投资啊 平稳较快增长的一些因素 你比如说 从房价来看 目前运行还比较平稳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房地产 我们讲这个新开工面积 或者叫什么 就是施工 施工的这个这个面积 还保持一定的增长 这可能对房地产投资啊 有一定的支撑 但是也有一些方面呢 有些意志 我们看 就是从一到二月份的数据来看呢 土地购置面积 这个 是回落的 还有了双米房的销售面积 也出现回落 所以房地产投资 下一步的这个走势 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